原來風 原來風 7點20分 哇好出現了 來自新加坡很會唱歌的 奧利維亞 Olivia Hi 大家好 Olivia Ong 王 我姓王 哦 姓王 對 哦 姓王 但是為什麼是ONG呢 因為ONG ONG應該是ONG吧 哦 因為可能新加坡 是那個 米南語的皮印吧 是嗎 新加坡是ONG 其實是ONG嗎 對 ONG 哦 真的嗎 那新加坡沒有人是WANG或WONG 有 有 我媽媽 那她是姓什麼呢 我媽媽姓 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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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那是WONG 對 WONG 那有沒有WANG的人呢 呃 漢語拼音 對 比較少 就是從大陸到新加坡的人 是嗎 我不清楚 你到底 你在 在新加坡住到幾歲呢 那如果是漢語拼音 我名字是WANG WANG 這個當然 這個不用講了 我們都知道 對 因為台灣沒有人姓王 然後英文是ONG 對對對 OK 對啊 因為 我有見過 我有認識越南華僑是ONG 那他們是廣東人到越南 那她那是翁 哦 OK 對啊 一般 對啊 香港那種也是ONG啊 都是ONG 所以這個ONG是王 OK 好 所以大家如果那個 哦 對嘛 因為你們新加坡有個大富豪對不對 ONG BINSON還是什麼 哦 對 ONG BINSON 哦 所以她是姓王嘛 呃 對 對不對 對啊 OK OK 好 搞懂了 所以香港 到新加坡就碰到姓ONG的人 就是姓王 嗯 OK 好 所以Olivia在新加坡出生嗎 我是在新加坡出生 哦 出生 然後一直到幾歲呢 嗯 我是在新加坡長大的 然後17 18 到了日本 哦 到了日本 然後那個時候 是為什麼到日本呢 因為之前的公司 是一個日本獨立的公司 嗯哼 然後 在新加坡發現你了 對 為什麼 是因為你去參加歌唱比賽嗎 呃 Audition Audition 就是說他們 他們就是說 他們到新加坡來說 我們是日本公司 我們要在新加坡尋找TALENT 其實他們的總公司 是在新加坡 然後分公司在日本 有點不一樣 OK OK 對 然後一開始 我是十五歲出道 哦 十五歲就出道了 嗯 所以十五歲新加坡人 都已經認識你了 嗯 嗯 也還好 我也不曉得 因為一開始就加入一個女團體 哦 女子 少女團體 嗯 那叫什麼呢 未來 哦 未來 OK OK 那是幾個女生呢 三個 三個 三個女生 對 OK 就是 新加坡版的SHE就對了 哈哈 算 算是吧 那你們三個女生都是新加坡人 都是新加坡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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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ngaborian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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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那Singaborians 所以你們這個未來 那有日文 Mirai 對我們日本的名字叫做Mirai Mirai OK 那Mirai就在新加坡兩年然後後來去日本 對然後中間有休息一下子 就 什麼時候解散 你說到了日本 去日本以前解散的 之前 解散 嗯 我們在一起就是 有兩年 都是在新加坡 嗯 OK 那你是自己到了日本是這樣嗎 對 因為公司 就有 提說 不然 你可以到日本 嘗試 就把另外兩個fire掉了 然後就每一個人去日本 是這樣嗎 不是 就是 就他們沒有興趣了 對 喔他們沒有興趣了 嗯 OK 但你為什麼這麼有興趣呢 嗯 可能我合約比較久 喔你的合約比較久 沒有 就 就 沒有辦法逃脫經濟公司的魔掌 嗯 什麼意思 OK 這個 好 就是說經濟公司那個約太長了 那顯然比較看好你啊 因為另外兩個人沒有簽這麼久的約 是這樣的意思嗎 因為他們 我不是 其實我不是 原則的 未來的 member 喔 對 你是去地補人家的 地補 你去 substitute 別人的 嗯 對 因為我 我一被選到 然後他們就說 其實我們希望你是可以加入這個 呃 女團體 嗯 嗯 很小的時候 很小的時候 很小時候吧 因為小時候 我不要借錢 會常常帶我去看音樂劇 還有還記得 在電視機 在電視我看到 Mariah Carey Live的演唱 嗯 然後唱完就得到大家的掌聲 嗯 我覺得 那種的感覺一定很棒吧 就開始唱歌 喔 我覺得很 開心 那時候幾歲呢 呃 六七歲吧 喔 六七歲 OK 六七歲就 就有一個 有興趣 有興趣 唱歌 有一點小小的明星夢 有有 很大的明星夢 很大的明星夢 OK 很大的明星夢 所以十七八歲就到了日本 Yeah 嗯 你就一個人去日本 嗯 媽媽有過來 OK 陪我對 媽媽陪你 所以你就念完了高中 還是高中也沒念完 高中有 因為父母親的條件就是 還要繼續上學 然後 在日本的 嗯 一年就是上了國際學校 喔 OK 喔 所以就是日本的國際 ASIJ嗎 也不是 It's Canadian School 喔 OK Canadian School 所以就是念完高中就對了 對 在日本完成高中學業 嗯 OK 然後同時也是 開始發片嗎 沒有 就讀書的時候 嗯 之前的公司都沒碰 碰 碰我 對 就讀書 沒有做很什麼 什麼東西 OK 然後就畢業以後呢 他們就是 就開始錄 第一張的日本的專輯 喔 OK 就是我們南孔鏘 在唱片行買到了 你三張專輯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謝謝 那個時候錄的 嗯 對 喔 OK 對 那 所以 那個跟現在距離多久了 嗯 距離是 就是 時間 時間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你說日本嗎 日本的時候 對 你那個時候十八歲嘛 十八歲嘛 十八歲開始發片 十八歲 OK 所以這個以前都在日本嗎 都在日本 嗯 我是07年底 啊 飛回新加坡 喔 OK OK 哇 那所以在日本的時候 你發了幾張專輯了 五張 五張專輯 所以你哪個 你只買到三張 你還有兩張沒買到 還要補齊這樣子 那那幾張專輯都是 也都是英文歌嗎 啊 都是英文為主 J-pop J-dance 然後 Bossa Bossa Nova 1 2 然後 Acoustic 喔 OK Acoustic 好 我在I Like Radio 我喜歡做廣播 我喜歡黎明 但我不是勒基兒 我是黎明柔 我在I Like Radio